怎麼都是我生日快樂 什麼時候 今天 今天嗎 好的好的 真的 嗨 哈囉哈囉哈囉 我是鼎鼎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叮叮叮叮賀成交的直播現場 那我今天呢 謝謝 那我今天呢 在我右手邊的 這位來賓呢 就是 軟男包助攻 軟男包助攻的 十號 他來到最好 而且你說今天是你生日嗎 對 真的 你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耶 因為我知道昨天是小米生日 然後 然後 對還蠻多 今天是你生日說我們是九瓶座 對啊 我是一月三十 太好了 對 難怪你有些東西的想法 所以你剛剛說 因為我們剛剛在開播之前 我們 我們有聊到一件事就是 我再問他一個點就是 他在幾年前 他在四年前 四年前 他有去馬修比丘跟金字塔 其實是我也想要去的地方 那我剛剛就要跟他聊說 欸 欸 到底他去了那個金字塔 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所以想要知道嗎 大家會告訴我們一些 很難看得出來 他最還沒成為包助攻之前的工作 是什麼 大家猜一下好不好 目前沒有人上線我也知道 那沒關係 讓他吃好 所以來告訴我們 他原先的工作是什麼 對 來吧 告訴我們 你原先的工作是 我一開始 還沒有做 包機產 包助攻之前 是 在 外商藥廠實驗室 做 研究服務員 在 這可以講嗎 我不知道 你不方便啊 因為我有帶過藥介 我有帶過藥介 只是我做朋友怕 對 他之前是那個 好像是 台灣公司 然後被 國外的公司買走 但是聽說 那個老闆也是 華人 是喔 對 現在他上市公司 是暗沉藥業 所以 所以他們以主軸的 主要的是以什麼用藥 吸力用藥還是什麼 在台灣這邊 我知道的部分就是 他有 包含製程的開發 然後我帶的部門是做分析 做安定性測試 哇 然後有一些分析方法的開發 對 那我沒有待很久 所以 沒那麼深入 但是看到他的表情 會知道他有點像演出 哈哈 但其實我後來 跟他在聊的時候啊 我後來有發現到一件事 就是 他在 從事後來 包助攻這一塊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 擅長於分析 這些 一開始其實沒有 這個跟我自己 個人的成長 的一個進程有關係 一開始 比較多是 有點搞清楚狀況 然後只是想要去做 就去做 然後大概就這兩三年 才開始對於 就是一些 邏輯上理解上的東西 開始 有很大的增進 想說 跟成長 邏輯上的東西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現場的部分呢 也有一位水瓶座 你知道嗎 小米 嗨小米 對 昨天生日的那一位 今天你有看到小米 而且昨天還有上電視的那一位 好 電電珠的創辦人之一 小米 對 小米我們可以請你幫我們一個媽媽 對不對 下方有一個分享的按鍵 幫我們把他分享給婆婆媽媽 好不好 對 暖男包助攻好不好 好 所以 水瓶座你覺得水瓶座是個什麼樣的 等一下 想要分享一下 好 沒關係 對你的人覺得 可能從小就 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好奇性嗎 有一個 以前小時候的一個零食 叫做什麼 什麼 口香糖 忘了 然後 他的那個裡面還包一個餡 那是貝雷口香糖 類似 但是它不是貝雷 然後外包裝就是拆開之後 每一個外包裝 每一個糖果的外包裝 都有一個 星座的那個 喔 有 有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會看 欸 那我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會想說 他裡面寫的東西 到底跟你想不想 跟我 那是什麼關係啊 可以慢慢從這個 有發現這個 沒有雷同之處 開始就有點 跟星座有興趣 對 然後知道了這些 星座相關更多的東西之後 開始就會有一些 一些人我的對比 對我對自己的一些觀察跟發現 那我可不可以這麼說 你四年前走了那一趟 神秘之旅其實在找自己是誰 來這邊要來幹嘛的人 一直都算有啦 一直都算對阿 所以你對神秘學或是玄學這件事情 也比較能夠勾起你的興趣 會 但是比較不是在 比較不是在 邏輯理解上的部分 而是比較著重在就是 體驗跟使用上 體驗跟使用可以多說一點嗎 比如說 像是 依我或是以每一個人的角度來講 就是我們學習的不管是身心裡的內容 或者是 聽到一些蜜煙家具也好 或是有人分享一些很棒的一些東西 可以操練也好 這些如何適用我自己去 達到我想要的生活也好 或是我的目標 對 還是網內是怎麼找到自己 然後我更熟悉自己 也許小時候有一些 在還沒有很理解的時候 可能會接受到很多價值觀 那我可能講說 它是一些信念的制約阿 或是甚麼的 然後這些東西也許不是順著我的個性成長 對 那我怎麼樣子在這個過程中間去 看到自己是如何 然後已經把這些不適合我的東西 就是慢慢把它脫下來 那你走了那一趟過程中 你沒有想到你的實力嗎 我覺得使命這個東西 對我來講還是蠻合理的 對 就是 隱約覺得 會有一種想要付出做一些事情 但是 其實 可能跟社會上的價值觀不太一樣 就是 會覺得那我只要自己過得好 過得開心 基本上 就很容易可以支持到很多人 跟很多事情 那會跟你後來 呃 不做 助理研究員的時候 轉往 包主公的領域是有關的嗎 當然是跟個性的關係阿 跟個性的關係 我比較喜歡就是比較自由 然後不喜歡有太多拘束 對 然後 當工作都這樣 有讓我自己的一些拉力跟推力 拉力就是代表說 呃 就代表我向往那個方向 推力就是使說 我現在做這件事情是有 我不喜歡的東西 然後促使我 我把我推走 那個力道 一來就是 一些人際的相處 跟做事情 跟收入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 這是我不想要的 所以我就會被這個往前推 另外一個方面是 我以前也是有讀那個 研究所的時候接觸到 不把他求把他這本書 嗯 有一點了解 被動收入這個東西 那隱隱約知道 房地產失誤是可以達成的 這件事情 對 那對我的誘因就很大 因為我喜歡自由 然後我也喜歡有時間 然後被動收入這件事情 好像聽起來就是 很吸引人 對 然後我可以 讓我自己的狀態是可以 有時間去陪我的家人 然後陪我的另外一把 所以 目前你有達到這件事 有 不錯耶 我有發現到 我大概跟很多水瓶座的人聊天 我發現到一個共同的點就是 大家會想要有一個 不被人管的 那個 那個特性 對 然後腦袋的人 會有一些很獨特的 想說啊 神邏輯啊 之類的 對啦 或是我們一般人講的就是 外星人啊 對 還蠻長的就是 你剛才講的嘛 他其實我其實也是 最老被星座 但是 我那個年代 你們可能沒有了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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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啦 名歌西餐 我不知道你們有玩過 有一個 那個 有一個 半圓形 有一個圓形 對 然後壓下去就會 掉出那個星座的 你 你也有進過那個 對對對 我那時候是對 從那個時候對星座是有興趣的 那 呃 剛剛你有講到一個點就是 跟我還有點像 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是誰 我到底來這邊要幹嘛 那 那 那時候學習其實沒有太大的部分 但是 寫得最多的星座 因為那時候 呃 想要跟一些女生聊天嘛 那就 就會有一次 那就去聊天 所以 你有某些東西 你跟我們有影響 那 我在想 你也在尋找中 你已經獲得自由自在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在思考 我說我要怎麼去寫入別人 對 去完成這件事 所以你們那時候 呃 跟 阿可這邊有合作的一個就是 呃 房產負擔寶 對 然後也造就了 對 五年前也造就了還蠻多的 的 的這些 一些後期的一些包裝 像文字啊 他們這些 那我就還蠻好奇的 因為畢竟 你大概 跟 阿可這邊的第一次的接觸就是 諮詢 對吧 是跟Costomo諮詢嗎 跟Costomo諮詢 其實我是跟Costomo諮詢過兩次 一次更久 一次可能有到 到 六七年前 那時候諮詢 是因為這個 上課演講卷的 一個活動 然後我就訂了那個 經濟 經濟日報 還是 公商時報王 然後他就送了 六張卷 哎呦 是為了要來聽講座 那時候都是Costomo主獎 所以來就是 都聽到Costomo在那邊 哇 就是講很多啊 不錯 但是那時候 因為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經濟的一些考量 嗯 那我就 在其他地方 就是做房地產的學習 所以你那時候也離開 你離開上班 對 那時候就沒有在上班 剛離開 那很很早 所以你只有在很久 七八年 OK 對 然後再來諮詢的話 就是 等到我們房地產上面有一些 進步 然後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然後開始已經有做到物件的時候 那也跟 就是那時候是沒有可以介紹 我們先去玩的 夢想節 上夢想節這個活動 然後才 再跟Costomo諮詢 那跟Costomo諮詢 其實 我們的目的比較不一樣 我們那時候是 想要 來 合開這個 房地產投資的公司 那 所以我們在談的是合作 然後才想說 Costomo的意思是 我們要一個平台會員 大家可以互助 一個互相合作的方式 來開這個公司 所以 那才去 評估加入 尊重會員這件事情 那我當然當時跟我談的是阿丹 阿丹是那時候是 就家宣戶的客人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感覺不錯啊 然後這裡的人氛圍怎麼樣 都不錯 然後當然包含 再隔兩年前 差不多兩年前 我有來 跟Costomo諮詢過 覺得還OK 所以我就 我就覺得 願意加入 那其他我們的夥伴也都 加入一下 然後就我們發這個 然後就是 開了這間公司 那就是現在 好多元動 一二三 對 也蠻不容易的 而且 後來阿丹就成為 那 開始的滿足部的部長 對 我覺得這一段的過程中 而且是一個很特別的 之前 對 對 因為那一段 其實 對我而言 它 對我而言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還好 對 對我而言 它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大概認識的時間點 蠻接近的 對 對 我們認識的時間點蠻接近的 那時候 講白了 包含公司世界對我而言 是一個很遙遠的 為什麼會這麼說 是因為 在我過往以前的經驗而言 就是我覺得 啊 沒有錢 對 然後後來就問過他們 才發現 其實 他們也沒拿出這些錢 但就做了這一次 這是後來 我去經歷的那個過程中 我發現到 有些事情真的 如果你一直考慮到 有錢沒錢這件事情 你真的什麼事都可以做 事實際上有太多的 可能就蠻符合的 就像他剛剛講的 他從不想要上班 想要自由自在 進入了包吳公司世界 到 進入這個世界之後 又想要去尋找另外一個 不同的領域 那時候我記得 他也在往生性靈的方向走 去 那些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人 那時候也是在往生性靈的方向 因為那時候 我們有認識到 同樣一個某老師 然後那個時候 在玩心靈的 那些事情 對不對 我們還有一起去參與 過一些活動 那我知道他那時候 在往生性靈的方向 在走 那時候我就發現到 我跟他已經有一段 很大的距離 什麼樣的距離 就是我一直會困在 我自己的世界裡面 可是他們已經往前走很多 而且已經開始在給予了 給予創造了 蠻多的包吳公司 你們那一半 好像創造了幾個 七外套 我們當時 學員是總共20人 對 那後來 對這方面有興趣 有在做的 應該也差不多 七 那目前現在差不多 也是剩六個 還八個有持續 在這個裡面 有在接觸 不管是深或淺 對 那剛剛 就是那個 林立哥也很謙虛 就是講說 什麼 對啊 他都沒有在前進 不過這個本來就是 每個人會有他自己 喜歡的 發展的方向 也沒有一定就是要按照 一般人認為就是要去貢獻 要去付出 才是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對 對 就是只要你是 以一個比較通俗的看法 就是你是自己開心 然後不去傷害到別人 然後發展的好 對 然後自由自在 然後你在你身邊的人 也都不會 不會受你負面的影響的話 我覺得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還滿OK的 是 對啊 那我那個時候有 應該這麼說好了 其實 很多人大概 會被自己一些過往家中的一些 信念中去做一個 怎麼說 就是一個障礙 一個阻礙 或是一個干擾 但我後來有發現 其實都是你自己家裡自己的 有些時候 你走出去的時候 沒有想像出來 在我個人的認為 對 那 那 我覺得我在他們身上 我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想要把 他們學到的東西去 分享給別人 那他們在那一屆 其實是很紮實的去 讓這些後期的 幫助工資 學到很多的東西 而且你們好像也有一些合作 對 這個部分 其實 就是 我們也 不是說 非常厲害 還是怎麼樣 只是我們 來這裡 知道這裡也是一個 教育訓練平台 是大家一起可以 在這邊學習 不管是財商 或是 品味生活 或是在內在成長 那剛好我們 就是對這些部分 也有興趣 然後所以 在跟這個平台 COSMO 然後這邊 就開始想說 我們可以做樣的一個事情 開一堂課 在大概 五年半前 開了 這個 包助工 課展辦 那其實我們 也是 才是對這些 有些初不了解的 那這些 這些 學員 或是這些朋友 願意 來跟我們一起去學習 然後我們只是傳授 我們的經驗 然後我們支持他們 在這三個月內 就是達到他們的目標 對 然後讓他們 可以去做到 被動收入可以去核資 不管是 你有錢 你有資源 或者是你都 什麼都沒有 你有醫院來參加 對 那我們就 把我們所會的東西 全部通通都是 講出來 然後讓對方可以收到 那也很開心 這件事情 也讓我們之後 有更好的合作伙伴 然後 第一次也是 教學相長 有 包含現在 跟我也是在 合作 對 招待手 對 對 我知道你們最近在玩這件事 就是 招待手這件事好像是 100 欸 2017年對不對 規劃還是 2016年 其實我們已經早點 早了一年多 然後我們是去年 2017年7月 找到這個適合的點 那但是在這個想法 真的找到點之前 其實一年多 我們都 陸續有在搜尋 物件 那當然是希望地點 跟一些條件 然後租金什麼 都能夠 符合 所以才定下來 這個地方 當初的出發點 想法是什麼 當初的想法是 一開始會規劃很多 包含就是 我們可以運用 就是 它的空間 找到兩房間廳 或三房間廳 可以做一些 出租 share 空間 或是做一些辦公室 可能 可以讓人家做直播 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到後面 因為找到物件的關係 所以我們做一些調整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 自己運用這些空間 然後沒有 往那個 加值的方向去設想 你要不要小小的工商一下 到底是誰 你們可以去哪裡找到他們 偉智跟思考特 你們招待所的 有一個名字嗎 對不對 對我們的招待所 叫德嶺 德嶺 那就是出自一個點擊 我忘了是什麼 那就是他講的 君子德不孤必有靈 喔 的這個意思 對 誰取的 就是 就毀字啊 毀字他是國文老師 所以他提出的這個 我覺得蠻好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 國文有一個神 那在哪裡呢 我們在松江路 在松江路的 行天公站 行天公站附近 然後在那個 滿康紅 火鍋店那一棟 樓上康紅 火鍋店那一棟 那我們的這個招待所 目前 有在舉辦的活動 就是有 一個月會有 大概三次的 投資交流會 那 無論是房地產股票還是什麼 就是 有一些想要討論 或者想要學習 或者想要可以 來分享資源的 都可以歡迎報名來參加 對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 有一個群組 那在裡面也會有 在討論 像今天好像股市 跌得有點厲害 那討論就相當熱烈 那另外的部分是 我們也希望就是這裡可以 把它場地 或是空間做一些活化 目前有的就是 有朋友在那邊住場地 是在做教課 講座跟做個案的部分 你們要看空間 大概有多吧 還有個案 做個案就是可以做 一對一的個案 然後可能用一些 就是一些 神經理的一些方式 來再做個案 神經理的方式 他們不是一般都是 需要比較平靜的空間 對 那我們那邊現在使用上面 沒有那麼頻繁 對 那我們就是安排時間 然後去做 調配去使用 對 OK 了解 那你們大概會 什麼時候 有人會在那邊 因為有的人可能 會想要找你 或是人質疑 或是人質疑 可以啊 那他們怎麼會遇到這個訊息呢 可以吧 我們可以把這個 Line的這個群組 或是 群組的資訊 所以你們自己有一個 我們讀書 有這個群組 就是有一個群組 是 是在投資 投資共好群組 OK 跑在裡面就是會分享 投資 然後跟就是 以及就是辦聚會 會有這個活動訊息 那在這裡另外還有一個 活動是也是會固定 每個月至少會有一次辦 是跟這個身體健康的關係 就是插那個能量元素 對 這個東西 覺得 用下來的一個經驗 是 年輕人 因為身體比較健康 比較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對 那如果是年紀比較長的人 或是真的 已經有在這方面 在療養的人 再用之起來 會覺得比較有感覺 那他其實就是重要 就是插在身上一些 穴道 或是一些關節的部分 對 可以讓你骨氣 插完之後會 簡單講就比較想要活血 那還有一些其他 比較神奇的功能 這個就是每個人 體會不一樣 哈哈哈哈 了解 了解 所以你基本上就會在那邊的 其實時間點比較多 所以想要找史考特的呢 那如果不是想要知道他的聯合方式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 你可以跟你做一個分享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想要知道說 德里那邊的一些相關的訊息呢 那你也可以直接問我 再把那個訊息公佈給大家 好 那其實 這只是他其中目前在玩的啦 其實我還滿好奇 他現在還在玩什麼 現在 我自從就是 剛加入ARC都上完三階段的課程 然後去 就是開始畢業之後 開始對這方面 靈性方面 生性方面 有 算是有一些啟發 然後好奇 然後接著去了埃及 然後再隔年又去了秘魯 玻利維亞 就是在印加獨化的部分 對 然後去年也到 那個 雲納國島 雲納國島是在沖繩 對 在日本沖繩的範圍內 但是雲納國島這個點 離台灣只有 伊蘭外來只有111公里 這個距離差不多就是從 台北到新竹這麼近 所以其實那個地方是離台灣非常近 天氣好的時候 從島上可以直接看到中央山嘛 那 就是在這些 這些事比較明確 像說去一些聖地旅行 去貼一些能量 然後包含在我們理解上面 也了解一些關於就是在愛情裡面 這些神話故事 然後神廟的一些意義 然後去感受 然後我自己 有接觸的是 這個 能量課程的工作 所以我自己也會 有在做個案 但是我做這個個案 現在並沒有特別公告 在做這件事情 而是 我會 就有點像是 某種隱藏的技能 就是我沒有在用它 在做 算是賺錢這樣子 但是身邊不少朋友 或是家人都有 接觸過 就是接受過 我這個 做這個 個案能量的療癒 你的個案能量的療癒 你大概是 你什麼方面的 方式 我自己做下來的經驗是 它對 就是 身體一些比較 機能性的 然後 或是情緒方面 比較有幫助 對 然後 會有一些比較 它算是比較背後支持性的 對 那如果說 真的是要像是療傷 那種什麼 傷口變好 那個沒有辦法那麼快 對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但是感覺起來 你這邊還很開心 對不對 玩這塊 對啊 那因為做這個 其實我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間 其實我自己也是收穫非常的大 怎麼說 當然就是 以一個 作為一個就是 能量的管道來講 我是可以 付出 做這件事情 是我本來就習慣的 對啊 那這個講比較遠 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我想要當醫生 可是我對念書沒有任何的興趣 只是後來我才發現說 其實我想當醫生 有兩個原因 一個當然就是 會想要能夠住人 這件事 第二個當然就是 一個個人比較虛榮的想法 當醫生有一個 民生 會喜歡這種感覺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被尊敬的感覺 還是 就是有這種感覺 但是其實這些 這些感覺想法 其實我都覺得 很妙 就是我其實沒有很愛 這些 可是有時候又會 喜歡這些 所以我就是自己在 在體會這些過程 是 然後我們剛剛講 講到 做這個療癒吧 對啊 那 可能有一些是幫助你說 可能 像說頭痛 然後 或者是 瘧痠肺痛 然後 連筋痛都可以 然後 就是 或是 但對你情緒 你身體會不會有一些影響 會啊 會啊 我知道有一些 就是 他們有在講 就是那個 那個氣直接會傳在你身上 就 變得你承擔 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有聽過 但是我有聽過幾個說法 但是我有聽過幾個說法 你會接受這樣子的信念 才比較會有可能 是 產生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自己是 順暢在做就是 療癒管道這件事情 其實不太會有這種問題 對 那我以前也有經歷過這些 但是我不 不能確定 到底是不是因為這個 了解 那我現在在做的過程 其實都很順暢 也沒有這個 什麼接到別人的 這個 什麼身體不舒服 或者什麼 這個問題 因為我本身比較敏感 但不用碰到你 我都可以覺得 有 有些東西 我們來測試一下 那 這樣子 OK OK 如果想一定有些人是好奇的吧 雖然我們網路很卡 沒關係 網路卡 大家就看那個 錄影 要真誠 真誠 其實沒有 沒有特別覺得 就是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稍微 這麼講 頭腦要去 能夠接收理智的 判斷訊息 欸 欸 其實你蠻特別的 因為平常 會接收得到 但是不會去想 這是有什麼 那如果你特別要問的話 那就是會 要整理一下這個感受 跟訊息 那可以講出來就是 你可能 感覺比較累啊 然後或者是 你家裡面的那個 感覺那個 新家庭壓力比較大 然後 雖然是在做的 喜歡開心的事情 可是 我覺得好像有點 有點用力 確實 他其實講得不錯 我現在這邊工作 是我喜歡做的事 就有些部分跟妳講就是 呃 成績妳也接受過別人的好處 那 你也會特別的想要回饋給社會 那 我在唸書的過程中 其實 我有唸理科 但理科其實不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每次在考試的時候 我都去圖書館看心理學的書 我有一個部分 其實是想要成為心理師 知情師 對 對 但沒有往安陽路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有一次 有一個人就跟我講說 你想要寫出 你想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一定要當 就是他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 你想要救人為什麼一定要當一層 欸 我還想要去對耶 對啊 那我就不再糾結了 我不再糾結一點 只是我透過其他的方式 像是用難量療癒 像我個人是有學 比如說心理學的那一塊 我換的方案 他其實有些東西 是知情師過程是一樣的 因為 我想 命理這件事情 是對華人 普遍而言 他是從小到大都會覺得 這件事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好 所以他介入也可能比較大 我反而會覺得說 他是我另外一個廣告的方式 來到我面前來了 我可能透過名字的架構 我大概知道他的 可能會知道他的個性也有什麼 但往往有些時候 在跟他聊過 我自己會有些訊息機 然後告訴他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事 那看到對方 他有些收穫回去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很開心 不過剛事長說 講的那件事 我確實有些東西是很用力的 很用力的 譬如說 我在跟前這件事情的關係的時候 我還是一個很用力的人 對 我其實最近在經歷一些過程就是 我放掉我那個擔心會所解釋 對前這件事情擔心會所解釋 我還發現一件事 其實你認為情不夠用是真的你認為 對 因為其實他是準備好的 但內在還是會有一些 可能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有可能是我從常到達 對前的可能會加工的一些事情 你知道我最前面是 我會一直有一些不安全感 好 那這是我的一些定 但是很多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聲音要讓我 或者有些事情會讓我怕 然後說 其實你真的可以 對 所以我不知道你剛剛講的 是不是類似這樣的 其實底力哥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 也是我會一直想要 表達跟傳達給 就是身邊的朋友 或是來找我聊天的人 就是包含 我們在 我們可能 用現性的比喻 就是我們有一個 現在 未來跟之前 然後 那如果是以這樣子的角度去看 我們都是在看我們的 目標 然後我們在計畫 或是我們在做事情 除了就是能夠 在當下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不要太抽離我們的注意力 但是其實如果 用現性的角度看 我們有很多我們以前在 卡在我們身上的限制 包含的是可能 你的金錢觀念 金錢信念 或是繼承 從爸爸媽媽身上來的 那要怎麼去 讓自己 不受到 這些影響 然後或者是說 你知道這些東西 那怎麼讓這些是成為你的助力 然後是 你就是都接受這些 然後接受我自己是這樣 然後接受 我有這些 然後以及我在現在 如何的去 往前看到你的 所以就是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 一個是 一樣是讓自己成長 讓自己變大 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知道你以前的限制是什麼 嗯 然後 我們從小出生的時候都是 你這樣還是 很純潔的 然後也是一個很乾淨的能量 對啊 那我們的理智 我們的邏輯腦袋 那也是要為我們的心來服務 才會 讓自己可以在這個 自己的人生的路上 更順暢 對啊 那這個愛因斯坦也有講過這句話 你不要讓你的腦袋成為你的主 主人 而是 腦袋是為你的心而服務 這句話很關鍵 你不要讓你的腦袋成為你的主人 你要讓你的腦袋來服務你的心 這句話 謝謝 我今天有受用到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的一個很關鍵的話 反而會反應到我 當下很多的事情 就 呃 很多時候我其實還 呃 會用一些腦袋去思考 就是會去看到我很多做不到的事情 可是我在思考這個身上的時候 我發現到它 會保留各種的可能性 它不會想說我做不到 它會想說我怎麼可以跟別人做 這是我在觀察它的過程中 發現到一件很有趣的事 但是甚至於我們其實沒有真的很深入聊的那件事 包括他剛剛講的能量 我只是隱約知道他好像在做這件事 對 但是也不知道他其實可以到什麼地方 他就剛好今天有這個機會 所以今天一整天 直播的人大概就可以知道 所以你未來有一些 你可能是投資 可能是腦袋 很理性的東西 或是 你可能想要一些很感性的東西 我相信史朗特可以寫你到 反正你也知道嘛 就是 你認識他的人就有他的賴 那 不認識他的人 那你可以通過 我可以幫你準備一件 那他基本上在這件事情的部分 我相信他可能會寫出去 去看到一些可能性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剛剛知道嗎 他剛剛講的前面的東西 超嚴肅的 反正也真的很嚴肅 那只要在講的面料 跟治癒他是有一點的地方 如果你們有回去體驗的話 所以我才會特別愛聽這件事 算是 是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那連結到是 跟自己的 比較是跟自己本身有相關 這算是打從心裡有興趣的事情 因為投資房地產 對我來講 他確實就是 比較技術面 比較工具方向 他也是很好一個支持我 能夠去達到我想要的 一個過程跟工具 那你在房地產學習 這一塊過程中 都是用自己的錢嗎 還是 其實也是從沒有錢開始 一開始是 不太有什麼資金啊 那第一筆的資金 當然是家人資助 那家人資助 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就沒有 那我們把家人資助 這個方面 可以把它看成 那就是我在運用融資的管道之地 那包含也有你的親友朋友啊 那融資的管道 也有很多種 一種就是 你是用信用 用個人的這種人脈去借錢 那第二種就是 你可能有一個企劃 可以去借錢 你銀行的企劃 然後你要怎麼獲利 然後怎麼樣去跟大家序倫你的獲利 第三個就是 你如果有現成的被動收入系統的時候 你可以去把這樣子的系統 裡面的獲利 拿出來share 出去 那當然這些有一些 數字上計算的東西啊 那之前有跟朋友分享過 他聽完之後覺得 很神奇很受用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平常在想的 就是等於是 數學的算是怎麼把它 你這個 變成一個案子 分子分母 跟三數都有它帶來不同的意義 對 那數字看起來都沒什麼 可是如果錢 連接到實際上的意義的時候 就會變得非常有趣 然後可以讓你 對於 這個投放育啊 或者是你要怎麼樣去運作 那些連結上 它就可以有關係 唉唷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蠻有趣 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投資這件事情離自己很遠 或是說我要準備很多錢 才能做這件事情 我之前也是因為被這個 很莫名其妙的信念去困住了 但是我跟包助公他們這一群人 聊天完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 很說其實真的都沒有 第一自己的 他們真的是不斷地跟別人合作 或是融資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真的還 還被錢所困的話 其實真的還要邀請你生意師 來參加財商工作坊 與錢同期 你會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困擾的錢 就是一件小時 但你真的有錢的時候 你真的會按照你想 腦袋所想要的事 你去做嗎 不會 真的 因為我們其中有一個很棒的 心情事件的遊戲中 是可以讓你去真的 它很像照顧鏡 就是看到你自己對情的模式 對 那想要知道的連結 我之後就把它PO上來 在這個地方 那想 剛剛底力哥提到一個東西 我想要分享就是 在我自己在成為高注公的路上 其實進度是非常緩慢 欸 然後很幸運的身邊有些朋友 然後有些 我們在一起路上互相支持 鼓勵 那我在 關於我自己的部分 我發現的是 我是從一個 對金錢是不怎麼了解的人 然後到 要跨到這個領域裡面 然後這些東西啊 對我來講 我的理解是 不是只是技術面的問題 而是怎麼 跟讓自己 去接受 然後再一次一次一個自己 再轉變跟成長的過程 哦 是 對啊 當你對 就是 以結果來講 當我對這個 收租 對這個投報率 對這件事情 是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 甚至我已經把它內化成 我就覺得這個房子 可以租到多少錢 我就是可以買到 怎麼樣漂亮的物件 我就可以 有無限融資的管道 的時候 你有這樣子的自信 就像是你天生 就是覺得這件事情 是理所當然的時候 嗯 就不會有在困住 那 包含就是 那個 現在去 就是剛剛比一個講說 未來這個 錢大爺的活動 我覺得很棒也是 我們去了解一些技術 我們去 聽一些成功的分享 那也是讓你對自己 打開你內在的一些 的自信 然後 讓自己有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然後找到自己的路 去做 不管是房地產 或什麼其他投資工具 都會 有很多是適合你喜歡的 沒錯 適合你喜歡的很重要 因為 你唯有喜歡 你才會想要繼續做 即便你遇到一些困難點 你才會真的會去想方設法 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今天我很開心 聽到時報他講的一些 平常他不一定會說的 那 而且我也覺得 他 在能量這件事情 應該是 可以寫出到你的 如果你真的 有一些心中的 一些 不知道的方向在哪裡 你當然可以找我們 做諮詢這件事情 那你也可以 尋求 像另外一個管道 比如說你可能 就比如講對聖經 這一塊 能量這件事情 你特別的有興趣 感到好奇 或想要體驗一下 那歡迎跟時報客 好 好 預約 好 聯絡一下 那個地點 就在行政運動站的附近 也蠻方便的 對不對 那這件事情的話 不知道聯絡的人 可以找我 好吧 我們在上面留言 我就會很清楚知道 怎麼樣把時報客的聯絡方式 可以跟你做一個 share 跟分享 這樣可以嗎 OK 好 那今天的直播部分的時間 我們也到這個地方 稍微結束 那我們這個部分 會多一個環境 就是 我最想要提 誰的直播 我最想要提誰的直播 我可以指定一個 我他們都會有一個指名下疑問 我來想想看 你來想想看 對 想完之後 然後順便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從來沒有知情過的人 知情是什麼 一句話就好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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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選嗎 很難選 我想一個我想要看的 誰 妹嗎 你不要選一個那個 晚上還要照顧小孩 這樣我蠻難 我難日處理的 那我來指定一個好了 對阿 我來指定一個我們 有那個 內建人肉印表機之稱的 烏佩玄 欸 做了這個好難喔 好 我努力一下 他三個小孩的媽 但是 等一下他到底是在台北還是在 這個 這個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但是藝術天分非常高的一個女生 人肉印表機 他 你知道嗎 他成立一個人 把他誇那些 鳥啊 跟植物之面 超棒的 好有生命力喔 好 直到要找 他老公 常秘 欸 還是你要幫我約一下 可以幫他帶小孩 你要幫我約一下嗎 我現在酷好一下 約他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好 我們待會就來 我們下次的部分 我們就來約他 但接下來下週的部分 會遇到過年 所以我們現在也會 也放個假 好 那 但是我們會想盡辦法去約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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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肉印表機 他也是個包住伯蘭 是嗎 是你們學員嗎 對 五年前 對 他是學員耶 對啊 OK 而且好像跟你也有合作 沒有合作 但是他其實之前 跟我們在一起 練習的過程中 他已經 就是算是有在投資房地產 但是他的方式 跟我們比較不太一樣 對 他是運用就是 買房自住 然後呢 等到房子增值之後 就賣掉 喔 是喔 用的方式不太一樣 大家期待想要看嗎 那就幫我們分享一下 幫你思考客人 這麼精采的分享 他今天的一些 一些部分的人生中 對 有一些東西真的是他 很少在別人那裡分享的 對不對 是不是 好啦 幫我們分享一下啦 當然接下來我們會在他的 動態的 動態的 塗牙牆部分也會 非常小段的 直播 好囉 今天的第一天和成交 的直播要在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 過了解 晚安 掰掰 來 謝謝老師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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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